哈囉我是蓋伊 感謝大家的支持 讓建人蓋這個頻道 在2020年7月的時候呢 粉絲人數突破60萬人啊 真的是 滿滿的感謝 想當年 頻道剛開始經營的時候 前三個月 粉絲人數才275人 蓋伊 到現在露鼠的乳工是誠意吧 喔 大家想看我的乳工嗎 謝謝大家的支持 未來我會繼續努力 呵呵呵 今天呢帶來60萬訂閱的QA特輯 來回答粉絲們的問題啦 那這次的QA呢 比較不同以往的是這一次 有很多比較私人的 比較興奮的 比較刺激的 比較心酸的 也有很多 熱血的問題 要來回答粉絲們 我該你每次都晚上這樣子說 我會嗎 對對對 但這次真的很不一樣 夠興奮對不對 有一些就是 平常比較不會讓大家知道的事情 這一次呢都會告訴大家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QA吧 你人生中最肥的時候 體脂肪是多少 目前現在的體脂肪大概12%左右 那我回想起來最肥的時候 應該是 大學一年級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大學在台南念書 大家也知道台南的東西就是很甜 加糖都不用錢一樣 飲料 甜的 醬料 甜的 那甚至走在路上 那個風吹過來 都是甜甜的味道 那時候大一我大概肥到 體脂肪 20%左右 那時候穿著比較緊的衣服 那肚子都圓圓突突的這樣 尤其是內臟脂肪 那個時候應該是 爆表了 剛開始想要健身的原因 那我自己小時候呢 是一個摔角 那個時候都會看WWE 就是摔角選手 然後就會覺得 每次選手們出場的時候 都會被他們的身材震折到 像是 Buddy Lashley Bartista Tricorridge 還有大家非常熟悉的 John Cena 哇 我覺得 男人的身材 就是應該要 非常的強壯 壯素 就會希望自己有一天呢 也能夠有他們這種 這麼好看的身材 如果健身到一半 想要放棄怎麼辦 這個 如果我自己 每當想要放棄 或是覺得訓練 疲累 倦怠 想要偷懶的時候呢 我覺得去看一些 很優秀的運動員 或是健身者 來敲醒這個 不爭氣的自己 有喜歡看的動漫嗎 有看過任牙這部動漫嗎 哇 當然 講到任牙 起初 他的畫風是讓我有點 很難以下眼 但是看著看著 不知不覺的就 我覺得這個畫風也是 蠻有特色的 而且重點是 劇情 夠浮誇 夠熱血 我也是蠻愛看的 我最喜歡的就是 它裡面就是各種 怪力亂神的事情 然後另外大家熟悉的 很刺淡大 這個詞呢 就是從任牙這部動漫出來的 然後大家有幸運的話 可以自己去看看 另外我自己在 Netflix上面 裡面有看到一些 我還蠻喜歡的動畫作品 像是鬼滅之刃啊 刃牙 拳院阿修羅 排球少年 一拳超人 這些的 不知道有沒有 統號 下面留言告訴我 喔對 我突然想到一個 還有一部非常好看 叫做 只有我不存在的街道 這部片 全片只有十二集 歡迎大家去看一下 怎樣追求健身房接待處的姐姐 我現在就來教大家怎麼樣自然的跟櫃台的小姐姐對話 我不知道你這個正身房的APP 我會不會用自己幫我一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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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問健身的相關事情 就可以很自然的融入她們跟她們對話 那可以順便幫我加一下愛情 呃 這是麵 好啊 好啊 那你夾我的啊 有時候幸福就是來得這麼突然 從什麼時候開始健身的 小學五年級 那個時候看摔角 看七龍珠 然後就開始我的 徒手訓練 早餐最喜歡吃什麼 喔 我早餐一定會點 半熟荷包蛋 所謂的半熟荷包蛋呢 就是那個 表面一定要 酥酥的 有一點點 薄薄焦焦的感覺 然後裡面是肉 草牌 你兩面都要煎過嗎 我兩面都要煎過 單面的就是 你講的就是那種牛排 太陽排 那種牛排 那種牛排我不喜歡 請問有打過工嗎 我做過火鍋店 加油站 還有物流業 那你的物流的時候 都送一些什麼貨 哇送一些那個管線 有那種牙條 你可能不太知道 就是鐵條 然後 送鐵條 像什麼L缸啊 或是製缸啊 然後保溫管啊 那時候還有分什麼 PPC管啊 ABS管 果然厲害 對那時候就 開著火車 然後這樣子跑 去健身房舉輕啞鈴 都會被笑怎麼辦 我跟你們說啊 健身房之所以會有不同 重量的啞鈴 就是有不同的需求嘛 那你拿輕的啞鈴訓練 是在正常不過的事情 而且再說 這種重量的東西 是比較出來的 就是2.5公斤跟25公斤比 你會覺得2.5很輕 那25公斤跟50公斤比 你會覺得25公斤很輕 那如果你是舉25公斤啞鈴的 那你去嘲笑一個舉2.5公斤的 那明天是不是舉50公斤啞鈴 就來嘲笑你 就是拿25公斤的 不會嘛 每個能力不同 量力而為就好 它就是因應不同需求 不同訓練 不同強度 所以你拿輕啞鈴 會不會笑 不會啊 我也會拿輕啞鈴訓練 或者是那種SUPER SAID 我從重的橘橘到輕的 那種5公斤尾在那邊 啊~~好難拒哦 你知道嗎 所以誰會笑 不會啊 我也會笑 怎樣刮夜毛不會癢 通常健身人都會刮夜毛 聽很多人說 這是一種禮貌 該你刮會癢嗎 欸 我想一下 好久了 我建議大家就是 你如果真的要嘗試刮痱痱的話 你就一次去 刮乾淨 那剛刮完之後呢 可能前兩三次會有 刺刺癢癢的感覺 但是後面就完全習慣了 就完全沒有任何感覺 非常的舒服 那你刮不刮夜毛這個 完全屬於個人的喜好 你想刮你就刮 你不想刮你要留著 你是自然派的 那你就留著 完全沒有任何意見 那你現在有刮嗎 你要看我的啟夢嗎 沒錯 啟夢 喝幾杯醉 哇靠 一杯 大家每次看到我就會說 喔 你看起來好像很會喝喔 你是有原住民血統嘛 你有在健身很會喝喔 不要以貌氣 我一杯就不行 怎麼在健身房跟別人搭話 一起用器材之類的 健身房破冰化的活動是什麼 如果你在健身房呢 真的想要找人搭話的話 我建議你就放低姿態 然後注意自己的禮貌 可以先由一些簡單的提問開始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我可以 OK 謝謝 你用很高的機率 有可能會被打強 但是記得放低身段 並且 注意禮貌 你不試看看 怎麼知道可不可以呢 為什麼手上一直包著 是受傷嗎 概率手指的白色膠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手指都要包東西 這是一個非常多人 對我的一個疑問 很多人就會開始猜測說 我是不是重訓的時候 可能會常常刮過手啊 或是 我有在練格鬥 所以常常把手指都包起來 來 是時候 該解除瘋癢 讓大家看一下我 嚴殺 沒有啦 其實呢 我的右手就是 手指頭特別容易脫離 所以我就會把它包起來 在重訓的時候 避免長時間的跟 器材接觸 我以前都是帶著手套在重訓 但是我後來發現 用白貼把它包起來 比較有手感 那它同樣可以保護我的手指頭 讓我的手指頭 跟物品的 它也不會 常些摩擦之後 我的那個手就會均裂啊 有時候甚至會盛行 就 其實蠻麻煩的 但是 就是我已經學會 跟它 和平共處了 有 生命自然會找到出路 了解自己的身體 對 蓋伊你的真實年齡 79年 12月24日生 摩羯座 運動最常聽的歌 我訓練的時候呢 最喜歡聽 POWER METAL 像是 System of a Down 或是METALICA 這種 金屬樂團 蓋伊到底有沒有 使用過TENGA的飛機杯 感覺如何 TENGA TOP 3 我跟大家講喔 任何 我有合作的品牌呢 都是 我本人有親自使用過 並且覺得好用 才會想 推薦給大家 TENGA的飛機杯呢 我用了不下十幾種 其中我最喜歡的是 Egg Spinner Grip Zero 跟 2 這幾個 大推 大愛 以後會不會不敢來香港 自從拍了那個 挑戰習大的 200金麥子 私立山路 不換間之後呢 有不少的網友 在下面留言說 我們犯了這個 國安法 就講到後來 本來一個兩個 結果 越來越多人之後呢 甚至有人在下面留言說 我們三件客 到了 對岸 你會變成 三玉友 我現在 越驚 越是覺得 心裡怕怕 請問 在第一怎麼開始 游泳的 我小的時候呢 我媽很疼我 她就幫我送你去 就是 參加游泳的那種 算是 夏立 還是旅行吧 反正就是很多小朋友 會一起去那邊游泳 從那個時候就開始 愛上就是 在水中的那種 感覺像是 無重力的那種感覺 非常的舒服 那我還記得就是 每次游玩游 走出去的時候啊 路口處在那邊賣那個 樂狗 茶葉站有夠香 真的真的好想吃啊 蓋伊知道怎麼去搭訕 健身房的妹子嗎 我想請問一下兩位 就是如果你們今天 在健身房健身 那 南山也跟你們搭訕 怎麼樣的搭訕 是你們覺得NG不OK 那怎麼樣的搭訕 是不會讓你們覺得不舒服 是還不OK的這樣 我應該是 看著你吧 看著你吧 在你夾我吧 多久沒喝酒了 我上一次喝酒的時候 是大概七月多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朋友的酒館開幕 叫做 當爸 那時候我去 然後我喝了一杯小杯 兩口調酒 然後 我就 打包走了 健身時的心酸故事 就是 我剛來台北工作的時候啊 我租了一間 4.5坪的房子 因為那時候我剛開始 接觸重訓 到健身房健身 開始自己備餐 就是要煮一些水煮餐啊 房間又這麼小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在 廁所裡面的洗手台 洗菜 洗菜 然後洗肉 你知道我在哪邊切菜 切肉嗎 馬桶上 你怎麼知道 我把那個 沾板放在馬桶蓋上面 然後在裡面洗完 然後切完之後 端著那個沾板進去 把那個料放在電鍋裡面蒸 蒸熟之後拿出來吃這樣 想一想應該算是 算辛酸嗎 我那個時候其實覺得還好 算是一種有趣的回憶啊 慢慢變紅之後 對生活有什麼影響嗎 喔 有 走在路上的時候 會比較不自在一點 就是你必須 時時刻刻 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 另外我本身其實 蠻內向 蠻害羞的 對我知道 現在看不出來 對不對 我知道 這就是 變紅之後帶的影響 我必須就是 時時刻刻的 讓自己 可以跟人家攀談 聊天 然後表現 親和一點 請問該喜歡 南部重 還是 北部重 北部重 不管是糯米 還是米飯 我都喜歡偏硬一點 南部重呢 我也不是說不喜歡 我在台南的時候 也蠻常吃南部重 我也覺得好吃 但它就是 比較 濕軟 然後 醬量非常的甜 它那個 醬就是那個 花生粉 餐糖 然後 就是 弄在那個 肉粽上面 我糖分控啊 我也是覺得很好吃 但是個人還是比較偏愛 北部重 多一些 最好喝 最好喝的話 我個人覺得 他們最近出的 抹茶拿鐵口味 還蠻好喝的 真的蠻好喝 因為它裡面有加 真的抹茶粉 大家可以試看看 很香 很好喝 想看三件客 抖胸 右 左 右 右 左 右 左 左 好靈活喔 有沒有 耶 嘿嘿嘿 代義平常最喜歡吃什麼垃圾食物 哎呀 只要認識我的人 都知道我最喜歡吃什麼垃圾食物 宇安 告訴大家我最愛吃什麼垃圾食物 最愛吃什麼 冰淇淋 什麼時候有跳繩影片 可以拍跳繩的教學嗎 會 等我 等我成為跳繩 請大家再給我 一點點時間 到時候一定拍一片給大家看 照理說呢 健身它不算是一個立即性 可以看到成效的 但是 真的不誇張 我那時候 每天都很認真去健身 每一次早上睡覺起來 都會覺得自己的身材 比昨天 又再更好 這個雖然聽起來就是 有點在 講得很誇張 但是那是我真正 那個時候的感覺 是這樣子 大家要快點健身 你一定會知道我在說什麼 只要你有認真健身的話 你真的會發現 筋簿得很寬 全身上下最滿意的地方 宇安 我認真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你認識我這麼久 你覺得我全身上下 哪一個地方最迷人 我覺得你的手指最迷人 怎麼包起來 所以看不到 若隱若現 又靈活的亂動 你說這邊 對 對 真的好 好無聊喔 你講這個什麼東西 這很無聊嗎 我自己覺得 應該是 二頭雞吧 那看我拍照的時候就知道 我就最喜歡就是 比二頭雞拍照 之後去永和館 遇到可以拍照嗎 在場館遇到 你可以跟你拍照嗎 當然 這個我非常非常的樂意 那如果你跟我拍照的話 有機會可以放到你的IG上面 take我們三件客的話 我也會非常非常的感謝 所以如果有遇到我們的話 就不用客氣 儘管來找我拍照 開了興奮店有沒有什麼困擾的地方 就很怕 自己 或者這間店有什麼 做得不夠完善的地方 需要調整 盡可能的就是做到最好 讓大家有一個 良好的健身體驗 雖然這樣聽起來好像很關鍵 但是其實 這是真心話 因為我們私底下 像我都會聽 鑰師他們在聊說 欸 要買什麼最好的健身器 然後都會去詢問 其他健身房 或是一些練得很好的大手 所以我覺得平常最愛用哪些機台 然後鑰師他都很認真的 真的去把這些機台都買下來 然後搬過來這邊 去給大家做使用這樣子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訂了很多就是Rub的槓片 自由重量的器材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延後到了 然後我就聽鑰師他每天都在睡念說 好煩喔好煩喔 那個器材怎麼都還沒來 到底什麼時候要來 好想趕快就是把它弄好 每天都聽他在煩惱這些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有三件課來看一看 因為這邊的器材跟場館 真的都是我們非常非常用心 挑出來跟大家使用的 你練了多久 握推自由港才100公斤 大概半年吧 如果你是女生 你想跟波波還是藥師交往 應該是藥師吧 波波講話有點太直接了 我怕這個我會比較容易傷心 那藥師他比較溫柔一點 應該會選擇跟藥師交往 請問該有崇拜的健身大人嗎 在各個領域的健身佼佼者 看他們非常努力的過程 我都非常非常的崇拜 那當然我也有一些崇拜的對象 我之後可能會做一集 來特別就是介紹我崇拜哪些運動員 或者是健身者 來給大家認識一下 如何減肥不反彈 把飲食的方式跟健身習慣 關乎到你的生活 當你習慣養成 他才是維持好體態不反彈的王道 如果你是gay 你會喜歡什麼類型的男生 身材要好 溫柔堅定 善解冷藝的這個性格 你對直銷的看法 其實我對直銷我沒有特別討厭 也沒有特別喜歡 我大概就是介於尊重 但是沒有想要踏入這一塊的一個位置 我覺得很多人他討厭直銷 其實他討厭的是他們的一個行銷方式 並不是商品本身 那其實他們的商品 我自己也沒有實際去體驗過 所以我這邊也沒有什麼好分享給大家 可以再拍99第二部嗎 哇你這個問題就是講到我心中的朋友 你們知道我舅舅第一部就是 花了多少時間跟心血在前期的分鏡設計 然後拍攝當天 以及花很多的時間在後製上面 但是拍出來呢 成品我是覺得還不錯 還滿好看的 但是觀看次數就有點差強人意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就歡迎點影片上方這個連結去看一看我們 波波非常非常賣力的演出 還有鑰匙啊 對他們演出真的是非常賣力 我覺得演得非常好看 那我們這個宇安的拍攝還有我的這個後製跟分鏡 我覺得已經是很不錯了 超讚 超讚的 大家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怎麼可以對任何事都充滿熱情 其實我覺得你只要能用欣賞的角度去看每個領域的事情 你自然而然就會產生興趣 想要去研究去認識它 那熱情自然而然就會產生 準備一件事的過程很痛苦 且不一定會成功 讓你能夠一直堅持下去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只要是自己喜歡的事情 過程再辛苦你都不會覺得累 繼續努力做下去吧 做你喜歡的事情 蓋伊有看過李子柒的影片嗎 我有看過 他影片真的是充滿了一種 魔力 一個漂亮的女生 然後靜靜的做一些農耕的事情 他會做菜 他會洗茶 平平淡淡的 但是有一股魔力 三劍客越來越像美術館 這都要感謝你們 三角點呢 包辦了我們三劍客的品牌形象 折偶條件有哪些是必備的 溫柔 體貼 散解人意 我覺得這是互相啦 就是彼此彼此的 這個是你挑選男朋友的條件嗎 對對對 如果我是gain的話 我也要就是另一半是 溫柔 體貼 散解人意 身材要好 那你就是藥師嗎 藥師嗎 藥師臉不是我的菜 三次消費可以使用鐵片嗎 我們三劍客健身房的器材呢 只要你入場都可以使用 沒有分什麼月或日的 大家使用器材的權利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歡迎大家一定要來我們三劍客 體驗看看 三劍客一定會帶給你一個美好的健身體驗 好啊 那今天的QA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跟大家告一個貫落 感謝大家的支持 那未來呢 建閣這個頻道 也會再努力做出更好的影片 來回饋給大家 有任何問題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也別忘了開啟訂閱跟按下小鈴鐺 我是建蓋 下次見 掰掰